美国最近开启了全球范围内打压的节奏,无论是谁只要美国看不惯就要给予打压。 特朗普的目的很明确,那是世上国家护美国的对佬。 任何事物都要以美国为中心,过去的美国为了赢得盟友的中心,为了提高发号施令的影响力,还会对掠夺的本质有所掩盖。 可是如今其陷入到了危机之中,为了利益也就顾不了那么多了。 美国从一个自我标榜为国际秩序维护者的大国角色,变成了蛮横无理的全球国际秩序的挑战者和破坏者。 美国现在是谁都制裁,谁都打压,几乎难有幸免者,将霸权红利,消耗到极致成为了特朗普的基本策略。 根据报道,美国又开始对中东强国,也是北约军事强国土耳其出手了。 当地时间6月7日,五角大楼给土耳其定下了一个最后期限,7月31日。 如果在这个期限之前,土耳其不能撕毁与俄罗斯签署的F-400采购合同,那么美国将会采取强硬的措施。 根据报道,美国威胁采取的措施主要有,驱逐在美培训的F-35土耳其飞行员和F-35战斗机合作专案中的土耳其官员。 根据报道,美国还警告踢除土耳其参与的F-35专案,所有零部件,并且甚至可能封杀土耳其所有的军售。 毫无疑问,这是美国在对土耳其实施极限施压。 此前美国副总统彭斯,已经发出了非常严厉的警告,土耳其必须做出选择,要么俄罗斯,要么北约。 根据报道,美国政府官员甚至公开警告,将会对土耳其全面制裁。 俄罗斯卫星网6月8日评论指出,美国此举显然是要对土耳其下狠手,也是其极限施压手段的再次应用。 评论指出,美国现在同时对伊朗、俄罗斯、古巴等国家实施极限施压。 俄罗斯卫星网报道,面对美国的极限施压,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,这次显得很强硬。 继继继续购买S400,我意已决,不会反悔。 土耳其虽然也是一个善变的国家,可是其也清楚,如果面对美国的极限施压轻易妥协,可能将付出更大的代价。 此前伊朗最高精神领袖就直言,投降可能会比抵抗付出更多的代价。 专家指出,美国就是想采用极限施压的手段,打扶一个又一个国家。 从而牢牢稳固霸主位置,依老容易地从世界掠夺财富。 可是日本、韩国、墨西哥等妥协之后,遭遇美国得寸进尺的惨重教训警醒很多国家,对待美国妥协并非理想的答案。 目前来看,面对美国的极限施压,土耳其没有妥协的意向,将来会妥协吗? 这个值得密切关注。 实际上只要世界上所有国家团结一心,共同抗击美国霸权,美国的极限施压也就必然失败了。 美再次极限施压,倒霉者是北约军事强国,面对最后通牒会屈服吗?欢迎讨论交流。